瑞穗香物产丰富 除了大众熟知的文旦又农产 近十年来随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 部分果农转型种高经济的酪梨果树 成效相当不错 积极辅导农产的瑞穗香农会 今天首度办理酪梨农产研习训练 特别邀请专业而且财众经验丰富的讲师来分享交流 受到30多位产销班员以及农民的一致好评 随着瑞穗香酪梨在中面积逐年攀升 为了辅导地方农产 瑞穗香农会邀请咒风农场 酪梨栽种达人钟老师 开办讲习训练课程 分享交流经验 台下酪梨农认真听讲 也不时的提问 学习互动热络 派花植果 以后你有新鲜的水果成就把它吃了之后 它的种子你自己可以拿来一条 练习家庭 然后更新你的品种 符合市场的需求 在中洛梨果树十多年的产销班长张建立 在中面积不大 最初真情摸索也吃了很多闷亏 所幸农会主动出籍 积极介入辅导 让瑞穗香的洛梨产业蓬勃发展 现在也比照文旦幼农产一样 请专业达人开办讲学训练 高度肯定 现在因为文旦的种子面积已经太多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将来洛梨可以变成瑞穗另外一种 比较高经济的一个产业 所以农会在那边就他请农改厂 或者是请比较有经验的这个 这种洛梨的专家来给我们指导 希望我们瑞穗的洛梨 也可以像嘉义主席这样能够把他的管理好产量可以提高 增加农民的收入 以文旦又为大众的赫岗部落地区 现在也有将近五六位的部落农民开始尝试种植洛梨 尤其选种的洛梨品种和南部产期错开 因此部落族人对于洛梨产销上争取信心 也希望借由研习训练提升产销生产技术 刚听到教授这样讲 瑞穗很适合种洛梨 因为土质的关系 所以也许过了一段时间 好多好多的乡亲会陆陆续去种栽 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的植物 而相较于文旦又 为瑞穗在地新兴农产的洛梨果树农产 农会初期也列入辅导提供农民相关资源 目前产销班在种总面积约15公顷左右 今天农会首度办理正规的洛梨农产 研习训练课程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借此辅导农民并提升农产产值 洛梨这个水果 它是非常高营养价值 那不仅营养价值高 它的经济面也非常的高 所以农会在这个部分 希望透过一个这样的讲习会 来辅导我们在地的这个洛梨农 可以好好地来栽培我们的这个洛梨 那目前瑞穗的种植洛梨的部分 大概有将近15公顷 那农会也成立了一个产销班 那今天特地邀请我们这个赵峰农场的钟老师 来跟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 能够把我们的洛梨的品质把它提高来 瑞瑟湘的洛梨农产每年8月才进入产季 云南部的产期错开 市场价格也看俏 农会列入产销辅导之一 透过农粮署农改厂 以及民营农产产官学界的资源力量 扶植瑞瑟湘洛梨农产更上一层楼 既文旦又后也能成为 乡内高额经济农产作物之一 提升农民的农产经济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